上的有沒有就是早上的部分其實就是做幾件的IMPORT SQLite對不對 3嘛 然後一樣就是如果說我今天下載並且把它塞到資料庫的話 那當然流程都一樣你必須要一樣就是再加入IMPORT這個然後建一個COM 的物件就是去連到資料庫 資料庫名稱我把它改了比如說改成叫PAC 然後再建一個什麼資料表的科學物件 所以這三行一定要所以我把它加到 那我的習慣是做練習之前我會把這個專案 再把它複製貼上也許後面加個底線SECORE吧然後就 先在上面IMPORT這個然後 再加這兩行有沒有 然後PAC名稱我把它改成叫 PAC.DB好了OK那剛剛是科學01.DB那我把它改一下名稱對不對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呢 我需要做什麼呢建一個那個Database 那Database也許如果你實在不太會改沒關係啊你就先 拿這個來改 那裡面呢你不要一下子野心太大你要 太多欄 你就是進一欄就好了一欄 一欄可以的話 那你兩欄就可以了 三欄 所以野心真的不要太大 因為野心太多我發現很多同學 都跳太遠了 一下就想要做很多 很複雜的東西 結果都卡住了 那所以啦你慢慢來你只要有一點點的 改變你就是向前推進了一步 對不對 雖然一小步啦 可是你會發現其實是也算一大步了 說真的Python要下載網路資料就已經 是不容易的事情 說真的很多人看書看半天還不見得 所以這書裡面雖然有source啦 可是有些不能run 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買書回來你還要會有debug能力 不然的話你層次怎麼跑都還跑不出來 即便光碟有了很多同學說老師的光碟怎麼用 我說你書借我好了給我用 所以 變成說我都幫大家在讀書 好像我讀書之後告訴你答案好了 不然有些東西 真的很多同學都拿出來給我看說老師這本適不適合我 我讀啊 我說 你乾脆送我好了 比較適合我 因為我翻譯翻譯 裡面怎麼寫這麼難 如果是沒有基礎的人 哪看得懂 所以基本上現在這個 坊間的書籍都寫得太難了 即便很入門的 給入門的看 還是不是很入門 所以 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大概掌握要訣 所以第一個 我們大概就是有點像拼裝 把 這個 加這個 然後加這個 這個的話我是把它改 什麼呢 table 所以你特別注意 你只要改keyword的 改什麼東西呢 貼上我把它改成 叫 pac01 所以特別注意 create 這個是 它的 database的 名稱 這個是 它的table 名稱 所以它的結構 一定是 一個 什麼呢 一定是一個 database 一個 大 Database 裡面的話可以有很多個table table 裡面的話可以有很多欄 欄裡面可以放資料 它的結構一定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 了解這個結構 以後不管什麼資料庫 其實觀念都一模一樣 所以你不用被那個 一堆什麼 資料庫 給 給那個 其實都一樣 像我在 做 不管什麼東西 反正都用一樣的方法 就OK了 然後呢 我一樣產生一個lumber 這個是編號 我一樣讓它自動產生 這個我不改好了 這個就是自動編號 我只有放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 景點名稱 其實它慢慢在增加 它的文字 如果你要第2個的話 你就請你再逗點 第2欄 逗點第3欄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有哪些 格式的話 基本上integer 就是整數 tester就是文字 目前看起來 當然還有什麼vatch 還有daytime 不過目前我想你暫時先不要弄那麼複雜 反正先可以放資料 原則 那我現在再來就是說有建了一個 那個table 並且把它execute 這個execute值得就執行 所以 這個是有點像我的一個簡訊 這個是把簡訊寄出去 這樣子那個簡訊寄出去之後的話 那資料庫就收到 他就幫我建了一個table 空的 沒有東西 那我現在做什麼呢 就是幫我把資料一個一個放進去 所以我在底下多增加了三行 這三行做什麼 就是前面這三行 這個 insert into 對不對 哪一個table 的哪一個欄位 放什麼資料 所以我在name裡面 放什麼呢 放那個name OK 那就把它放 一樣是串接喔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我把這一行複製 因為他原來前後 是 那個單引號 記得喔 因為這個我等於 等於是一個 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如果你要串接的話 記得外面把它改成雙引號 因為呢 我們如果放文字的話 在seql 裡面 如果文字前後要單引號 因為雙引號被用掉了 所以他用單引號 那做法特別注意喔 可能你需要改的我把這一行 這個可能比較 這一行嗎 複製過來之後 貼到這邊嗎 那我要insert 這個可能比較容易出錯 我把細部講一下 一 請你先把前後 改成單 單引號改成雙引號 因為我裡面要串什麼 串一個變數 那哪一個欄位呢 這個哪一個table 這個可能要很細心 所以有時候 早上如果 沒有喝咖啡的話 很容易就 一下子 很簡單的東西 就 就會 變得很複雜 當然那時候其實你不要一直 focus在這 有時候我反而覺得你就走動一下 有時候答案就出來了 很簡單的東西 也是還能 那 這個是欄位名稱 所以我們前面有個欄位名稱 你把它用複製啦 如果你擔心會做錯的話 其實複製貼上 會比較不容易出錯 因為我發現有的同學 即便重打 還是會打錯 而且真的還看不出來 後來我說你用複製貼 奇怪跑出來了 真的很奇妙 因為有的時候這眼睛花了 差一個單字就會出錯 然後value的話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name 幫我把它 放到這個裡面 所以如果你擔心會成是打錯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複製貼上 所以我是把這個 欄位名稱裡面放這個東西 那什麼時候放呢 當它 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 這個 當它 print的時候順便幫我 產生一個seql 語法 把它加進去 commit 就ok了 那最後當然還差一個啦 就是你的資料庫要不要把它關掉 如果要關掉的話 那你就是最後再加一行 把它close 這個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整個流程 大家應該可以知道 大概在做什麼啦 那最後的話呢 記得就是說 因為我這邊已經把它一個一個跑 一個一個跑 跑到裡面的話 你可以發現 在我的 我剛剛又把它開起來 在我的 這個資料庫 開起來之後 那它這邊就會有個puck的 有沒有 資料表 這個資料表裡面呢 就可以透過browse data 把它打開 你會發現 前面就是number 裡面就是景點名稱 總共幾筆呢 往下 大概 就那麼多 295筆 把這些資料全部都insert進來了 但是執行的時候會 它會比較慢喔 所以它 之前我們是咻一下全個下來 但是 它insert into執行 它卡了大概一秒鐘 insert一個 insert一個 所以會變成好像有點 slow motion的感覺 那是正常的 因為 它等於一邊下載 一邊丟 一邊下載 一邊丟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 稍微試一下 我把它改 改成這樣 應該這樣會比較 可以看懂吧 等於把早上的 跟下午的 兩者 二合 為一 OK 那我待會 也會把那個改完的 這個結果的sauce 雖然沒有什麼 但是 我會把它save 然後會把那個 反正就是 幫你把那用 顏色標註一下 只要你大概 懂得剪剪貼貼 然後不要貼錯 應該可以跑出我們要的結果 那這樣以後 下載 到 資料庫 就其實還蠻簡單的 我發現坊間的書籍 都把它講得很困難 而且還拆成兩個章節 一個章節講下載 一個章節講資料庫 但是 是 但是沒有一個章節是把兩個合為一的 OK 好 怎麼樣 可是現在把它 import成 這個 SQLite檔案的詞後 對 假設我要寄給別人 你知道嗎 沒有 當然這個是另外的啦 就是說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寄給別人 當然你就不要 import到 這個db 你可以 import到 sale檔 或者你可以把它 寫到一個 CSV檔 有沒有我們另外上個禮拜也講到 你可以把它變一個檔案嗎 那 可是檔案基本上 第一個 你 比較沒有效率 第二個如果你要做後續的處理的話 還是沒有資料庫來的好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大部分 當然如果你要儲存放資料 但如果你要給別人的話 也許你可以用CSV檔 對也是一個方法 OK 可以試試看 上禮拜的東西 就是說呢 另外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檔案 比如說你要給別人 那你就是 把它變成一個CSV檔 Jackson 對所以這邊也可以順便寫一個什麼 Jackson To CSV Jackson怎麼變CSV 這個就有答案了 有沒有 OK CSV中間就豆點 對然後面加一個 反斜線R 反斜線N 所以 如何把那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後面也許可以在練習就是說 可以把Jackson To CSV 然後CSV也可以To Jackson 然後答案不就都有了 所以其實 很多地方 都是 透過什麼 實作啦 說真的這些東西 都不是 就是 書本裡面的知識啦 有的東西其實就是 你一個一個 逐步逐步的 然後把它拼湊起來 那就是解決方案的啦 有些東西其實說真的 你說要真的找到一個 答案 標準答案 其實也很難 大部分都是 把這些湊在一起 那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 剛剛的部分 我想我還是會把它 拍照 然後sauce也會放上面 所以你們自己再參考一下 我修改的部分 你可以試做看看 OK 謝謝 那我們就要進到過去